宗门刚立不久,又才接收云梦,魏无羡和蓝忘机每天都有大堆宗物需要处理。 以前没有接收云梦时,宗物倒是并不太多,蓝忘机一人便可处理完毕。 如今,魏无羡看了看岸上堆积如山的文件,老老实实在蓝忘机旁边坐下,伸手取了一半文件看了起来。 大部分都是源于梦江市领地要求除碎的文件。 魏无羡逐一批阅,分派人手,终于忍不住吐槽,蓝战,你说江城这些年都干了什么? 怎么云梦有这么多邪碎?蓝忘机手中笔更不错,道,将是不作为,至云梦邪碎横行。 魏无羡道,浩然他们调查过,将是供奉倒是收得比之前翻了个倍都不止了。 这些年,江城光收供奉不办事,哦,也办了些事,据说抓了不少鬼羞,且被抓的鬼羞很少有活着出来的。 你说,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?蓝忘机道,心性。 如此,两人除了用饭,批阅了一天。 傍晚,当魏无羡拿起最后一本时,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 哎,蓝湛,终于要做完了呢。 蓝忘机道,嗯,做完了我们一起去夷陵城中。 魏无羡,好嘞,我要喝酒。 夷陵是一座很古朴的小城,河水缓缓地从城边流过, 河上三架巨大的水车滋滋呀呀地转动着,将一桶一桶的清水到浸木槽里, 又流进新开的沟渠之中,清凌凌的水在沟中流淌,最后浇灌城外的凉田。 豹山仙府还派出修室,在城中修了一座学堂,一座医馆, 修整了道路,降低了田租,帮助百姓除碎。 如今夷陵城中街道边上流水从从, 街道上铺设的青石打扫得十分干净, 两边房屋整齐朴素,路边小摊林立, 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。 魏无羡拉着蓝忘机一路闲逛, 不由想起前世自己卖萝卜的经历, 扑呲一下笑了出来。 蓝忘机,魏英,为何发笑? 魏无羡道,没事,没事,就是想起一些旧事。 蓝忘机看一眼魏无羡, 知道他嘴里的旧事大约便是前世之事,何事? 魏无羡道,蓝湛,我以前在这里卖过萝卜。 蓝忘机只觉心里发闷,是我不好, 那时,魏无羡抢着道,不关你什么事啊,蓝湛,不要总觉得是你的错。 说着悄悄话便看到一个卖唐人的摊子,魏无羡欢呼一声,道,蓝湛,我要那个。 蓝忘机道,好。 拉着魏无羡道摊子前道,魏英,你挑一个。 魏无羡道,老张,帮我做两只兔子吧,甜甜的糖兔子。 那老张笑咪咪道,好勒,魏公子稍等,片刻就好。 不一会儿,魏无羡手里便多了两只糖兔子。 他张嘴咬了一大口,甜。 又举到蓝忘机嘴边,蓝湛,你吃。 蓝忘机张嘴咬了一小口,嗯,甜。 魏无羡傻傻,看着蓝忘机道,蓝湛,你吃东西的样子真好看。 在蓝忘机的耳边说一些面红耳热的情话,魏无羡没有半点羞耻感,只要蓝忘机高兴。 魏无羡觉得自己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,他凑到蓝忘机耳边,轻声细语,蓝湛。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纪的你。 于是他如愿以偿地看到蓝忘机的耳尖弥漫上了一层粉色。 一路走,一路就买了无数小玩意儿,又被热情的仪陵百姓塞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物品。 不收还不行,暮色降临时,两人便进了一间酒楼。 蓝忘机在时,魏无羡一般是不会喝多的,两壶酒下肚,蓝忘机便不让再喝了,不住替魏无羡成汤布菜。 出了酒楼,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往报山仙府而去。 月亮升起来了,像是刚刚脱水而出的玉轮冰潭,不染仙尘。 魏无羡身上的酒香和蓝忘机的清冷檀香交织,两人一路行,一路轻言细语。 月光洒下,把两人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,交叠在一起,难分难解,云平。 铁门里只有一盏灯火在摇晃,踏上躺着一个血淋淋的身体。 这人衣裳,蓝缕,皮开肉绽,且皮肤破裂地极有规律,每到边痕间隔相同,像被划了刀花的鱼。 如果不是这人的胸口还在微微起伏,会让人误会他已经死了。 铁门被打开了,刘大用走了进来,看着踏上的人微微皱起了眉头,独眼龙。 你下手太狠了吧,这么下去,我们还没报仇呢,人就死了。 一边拎起一桶盐水滑得浇在躺着的人身上,那人吃痛,发出啊的惨叫声,凄厉如同恶鬼。 刘大用道,杜剑,给江宗主上药,再换件干净衣服,房间里打扫一下。 一个少年人走了进来,遵照刘大用的吩咐做了起来,嘴里嘀咕着,害人的时候快活,如今该还账了。 很快,江城的伤口被清理干净,上了药,又被抬到床上,那个叫杜剑的少年嘻嘻笑道,江宗主,好好休息,便走了出去,锁上了门。 江城躺在床上,他这几天一直都在猜想自己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。 从那些人走的时间来看,他应该还在云梦,这几天他能听到微微的沉中木鼓声,城里有庙的地方不多,他推测该是在云平城。 这些人隔几天便会来折磨他,折磨完了还会给他上药治疗,待他伤好的差不多便又来折磨他,周而复始。 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,那个鞭打他的独眼龙走了进来,江宗主,当年你用紫电抽打我,我现在只是用普通的鞭子打回来而已,说起来江宗主还是占了便宜的。 不过,谁叫咱没有紫电那样的仙气呢?当我瞎掉的眼睛,你得陪我,今天你好好休息,过两天,我取了你的眼睛,咱俩就算是两清了。 江宗没有作声,他全身痛急,眼前的情景倒是让他想起了他被温潮抓去之后的事情。 莲花物覆灭,被化取金丹,受尽折磨,后来被温宁救出,但现在,大概是没有人再来救他了。 金灵台 金光瑶正与宿舍在书房谈试,金灵闯了进来,小叔叔,我舅舅找到了吗? 金光瑶道,不曾,音信全无。 金灵怒道,定是被那位无限抓了。 金光瑶笑咪咪道,不会的,想当初你外祖父母对魏无限不差,江宗主又和魏无限一起长大,想来魏无限不至于做这种事。 金灵怒道,谁不知道他魏无限忘恩负义,丧心病狂,他若念旧情,又怎会夺了我舅舅的金蛋。 金光瑶道,金灵,不要这么激动,如今魏无限是大,不好对付,还是考虑周全的好。 金灵道,还考虑什么,等考虑周全,我舅舅就没命了,不行,我得去救我舅舅。 说完匆匆跑了出去。 等金灵跑远,苏舍道,宗主,您这是让金灵小公子去找魏无限? 这有用吗? 金光瑶道,你善啊,你不知道,江燕离对魏无限来说是不同的。 当初那江燕离要财没财,要貌没貌,金子轩可是金灵台唯一的嫡公子,不是为了牵制魏无限,我那个父亲又怎会处心积虑地要和江家联姻? 苏舍道,可是以魏无限对江宗主的态度来看,并未留有余地啊。 金光瑶笑道,这是一击死一击鸣的事情,豹山一脉的崛起之处,就注定了莲花物的覆灭下场。 苏舍道,若是魏无限不为所动,对金灵小公子不利呢? 金光瑶笑道,不为所动道有可能,不利不至于,别说当初江燕离是为了他魏无限死的,便是金灵,他只是一个孩子,魏无限不至于难为他。 苏舍道,那宗主是准备,金光瑶道,若是魏无限还对金灵存着几分相伙情,那对兰陵金事也不至于过于为难,若是一点情面不留,只怕金光瑶没有讲下去,但苏舍完全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 苏舍道,那还要在夷灵散步不利于魏无限的消息吗?金光瑶笑道,那自然是要的。 要知道人言可畏,三人成虎,有时候毁掉一个人,一句话就够了。 两人相视而笑。 金光瑶道,敏善,找几个人跟着金灵,必要时可以适当推动一下。